Hello,大家好,我是Chu Channel 澳門的賭場這麼好生意 原因當然是很多人喜歡賭博 無論有錢沒錢 孤寒大方 一些很孤寒的人都會沉迷賭博 以前有朋友說 在賭場那些VIP客人 上落幾千萬 居然拿著帶餅乾 踢著人字拖在賭場走 可以見到他們非常節儉 但在賭場賭錢 每次上落幾百萬 就算輸了都不會停手 這種心態很難理解 明知輸都賭 其實賭博有不少人 不單一心想贏錢或累積財富才賭 他們或許開始時因為想贏大錢的心理 但去到輸到倒貼時仍不肯收手 就必定有其他原因 除了想賺錢或輸了錢不服氣 想翻本之外 從生理上去分析 另一個原因是賭博會令身體的腎上腺素 和內啡泰分泌飆升 令人產生亢奮的情緒 即使一邊輸錢 身體仍然一邊分泌這些物質 而這種亢奮狀態是會上癮的 原來有些人一試過這種亢奮狀況 就會經常深思思又再上去賭 所以賭場為何這麼多賭客的原因 另外很多人一開始賭之後 就會連基本的理智都會喪失 原因是有一種謬誤 叫做賭徒謬誤 可以說是一種機率的謬誤 以買大勢作為例子 賭徒會因為之前很多局都開了大 會相信接下來再開大的機率 不太可能發生 所以深信下一局應該是開勢的 又或者剛剛相反 賭徒會因為之前很多局一直開大 所以相信接下來 仍然會順著個勢繼續開大 以上兩種情況都是賭徒謬誤 因為每一個新局開大或開小的機率 其實都是50-50 根本不會因為之前開了什麼 而增加或減少下一次開什麼的機率 知道賭徒謬誤這件事 就會看穿賭場那一陣子 螢光幕上顯示 對上十局開了幾次大幾次小 根本毫無異議 因為下一局開什麼機率 是完全不受對上十次的影響 但這個螢幕 令很多賭徒產生錯覺或謬誤 以為有露燭 但憑知道之前開什麼 就可以令自己掌握 下一次開什麼 這些其實都是賭場的心理戰略 說得衰些害人不淺 但為什麼輸了 這麼多人更喜歡賭 因為賭徒和賭徒樂觀主義者 都有些關係 賭徒賭到後期 心理上是超級樂觀 過度樂觀 反而成了一種病態 大家都知道 病態賭徒 在賭博的後期 尤其是賭徒 輸了不少錢之後 他們通常都過度樂觀認為 輸了這麼多 多少都可以贏回來 或者輸了這麼多次 他們很樂觀認為 怎麼都能夠贏一次吧 所以大家經常聽到 那些人借大耳孔去翻本 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他們天生樂觀 認為可以翻本 最後都是輸了 都要打電話報警 讓警察來救他們 其實我們從來只是聽過 有人賭到傾家蕩蕩 從來沒有人賭到風生水起 賭從來永遠只有一個贏家 再去賭場 好,這集就 看見到先 現在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